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 如果有人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盗用您的身份 从事欺诈等犯罪活动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这些身份盗贼会盗用你的名字 操控您的银行存款 搞砸您的财务信用 有调查结果显示 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遭遇这种灾难 另一项统计数字是 每年有超过一千万个美国人受害 因此保护好您的私人信息和个人身份证件 非常的重要 而当您发现个人信息被窃取 或个人信用被盗用之后 应该如何处理应对呢 本周的真相面对面带您来了解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真相面对面 近年来身份盗用这种犯罪的手法越来越猖獗 许多的民众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被盗用了 你的银行账号有问题 第二种方式呢 他们会去看你的信 例如说你今天你要去申请一个信用卡 他会到你的信箱去把你的信拿出来看 哦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银行是不应该随便打电话给你说 你的账号有问题 然后跟你拿你的社会安全号码的 Absolutely 我们建议是如果银行有打电话来的话 你就跟那个人讲说没有关系 我会打回去 对我会直接打电话给银行 如果我的身份有被盗用的话 账号有被盗用 那如果信呢怎么办 我们每天都要寄信 我一般我会建议我的客户 直接到邮政局去把那个信寄走 不要自己放在自己的信箱里面 OK 很多次客户会讲说 我明明我20块钱 还是我100块 我又把这个支票寄出去 为什么那个人没有收到 一般的话是有人家去看说 你的身份可不可以被盗用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看了一些信 然后呢就把它随手扔了 然后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利用这些信 来找寻到你的资料 当然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 如果有这个资料的话 把它shed掉 把它撕掉 不能直接丢到那个垃圾桶 OK 还有学生 学生的信用经常会被盗用 为什么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 他们对信用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到大学的时候 信用卡公司会讲说 我们需要你的全部的information 父母的information 需要大家的information 需要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 这个公司来提供 拿这个资料的时候 是合法不合法的做法 他们有很多的诈记公司 会在学校的对面 例如说我以前在UCLA 还有在UCLA的对面 申请这个信用卡 建议每一个小孩子 把他们的信用给他们 所以他们有可能会要求 小孩把这个自己的信用号码 社会安全号码 然后父母亲的社会安全号码 再加上地址 再加上出生年月日 这些information加起来 就可能 就很容易被身份盗用了 为了一个什么 他们一般会给 小孩子一个T恤 一个茶杯 那大学生钱没有很多 他们会觉得 那我当然要为了这个茶杯 什么都要给 因为他们对这个信用 不是有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特别要 希望我们父母亲 要特别要跟小孩子讲说 不要去申请信用卡 而且要注意 如果真的要申请 要注意留意一下 这个到底 你需要提供的information 有哪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医生的办公室 我们第一次去看诊的时候 医生会叫我们填很多资料 包括了你的地址 你的出生年月日 还有你的这个社会安全号码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填的吗 不需要 不需要 99%的医生 他们确实有把那个 social security 他们有要求 可是法律没有规定 他们要拿 所以如果你没有放的话 医生也不会追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说你随便把这个 社会安全号码 给别人的时候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号码 做很多事情的 比如说 他们可以去申请信用卡 贷款 最恐怖的就是 房子的贷款 他们有的人 客户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我没有借25万 我没有借25万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就算你本人没有出现 你有了这个号码 有了这个地址 你还是可以去贷款 对 因为一般的话 他们不是只有拿那个号码 它会有你的地址 它会有你的家人的information 它会累积很多information 在一起 所以他去申请的时候 银行他们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杂七的案子 那每一年在美国身份被盗用 所损失掉的这个财务金钱 有多少 上千万的 上千万 所以很多受害者 很多 那如果说自己发现 自己的身份被盗用了 那怎么办 这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 你要马上通知你的银行 跟信用卡公司 说你的身份有被盗用 所以要cancel掉 所有的account吗 at least你要suspend 你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个问题 要冻结 对 冻结他 OK 第二呢 你要马上报警 不能等 报警是到哪里报警 这有两个 警察局 有的警察局 他们会建议你到检察官 他们district attorney的话 检察官 他们有一个 为了这个诈欺的案子的部门 收这个案子 第三呢 我建议人家不要再拿新的信用卡 新的贷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讲人家在 有做这个诈欺的案子 你有去申请信用卡 他们不会知道说 你这样子做 是不是你自己 在诈欺信用卡公司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内 是不要再去申请新的贷款 或者是新的信用 对 然后第四呢 我们也会建议他跟每一个 身边家人的人讲说 有这个问题 所以家人也特别要小心 OK 那我们需不需要打电话给 所谓的信用局 跟他们讲说 我的信用被盗用了 Absolutely 有三个大的公司 你马上要打电话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然后很多客户 他们不知道说 他们有一个每一年的免费 可以去看他们的信用 是有被盗用 没有被盗用 不会影响到他们的credit report 因为其实一般我们查信用 是要花钱的 比如就打电话到 这三个信用局的时候 是要花钱的 可是我们可以 可以有一次免费 有一个免费的网站是不是 对 每一年一次免费 这是政府也批准的 那是annualcreditreport.com OK 上网就可以了 是 OK 你会建议我们多久 去查一下自己的信用 我建议客户是 每三个月查一次 可是annualcredit report的话 是免费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信用 OK 所以如果说你的身份 到目前为止没有被盗用过 你会建议说 大家还是每一年要去查一下自己的信用 是 估计是如何 那如果你身份被盗用 你会建议说 大家要每三个月就去查一次 每三个月 是不是 是的 随着圣诞节购物季的接近 郑博人律师呼吁消费者 在节日购物旺季期间 要格外谨慎 防止身份被盗用 和财务欺诈事件 在您发现自己身份被盗用之后 首先建议 先向三家主要的信用局 报告欺诈事件 接着应该向警方报案 同时别忘了打电话 给所有您使用过的账户 信用卡公司 贷款公司 电话公司等信贷机构 告诉这些公司 您是身份被盗用的受害者 以上就是本节的每周新闻 广告过后 继续为您播报更多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